虽然周末的三峡天空时不时飘着细雨 但是仍然交不起民众的热情 封北大儿童上街区活动将大一路变成孩子的游戏场 有树屋还有各种童玩 但这整个计划却是由一群平均年龄8岁的孩子所提案的 现场每一个游戏关卡都让小朋友们爱不释手 不只可以在路上画画 在台北客运提供的彩绘公车这里 已经看不出到底画上了什么图案 一群小朋友为着公车画呀画 总之就是把颜料涂上去就对了 彻底解放不能够到处乱画的限制 来参加的家长们都很认同这次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不错的 对 让小朋友可以上街玩游戏 然后让他们体验不一样 对 那今天还有玩什么其他的吗 有玩那个街球 街球 还有呢 还有那个 那个闯关 小船 还有那个溜滑梯 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因为它很多元画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参加 然后小朋友都很开心 而且尤其是他刚刚在地上画粉笔 那是从来不可能有的经验 你的是我的是都是新北市 在刚才的这个VCR当中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第三届的一个封北大 它的一个盛况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这一场的一个活动 全是有一群自学的一个孩子 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他们去规划 然后负责执行 然后呢也去找一些相关的一个公家单位 来促成这一次封北大的一个完成 那的确一些小孩子 他们的一个发想跟创意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一个佩服 但是这一群来自自学体系的一个孩子 他们是不是真的 跟一般学校的一个教育不一样 自学是不是可以让孩子学习的更广 然后自主性的学习 会帮助他们成长的更多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到底什么是自学 那我们这个学次方创学团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单位 来协助帮助自学的一个孩子 他们一起来成长的 那么首先来介绍参加 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学次方 创学团的主理人佳莹 林佳莹 大家好 我是学次方的老师佳莹 再来欢迎到了也是我们学次方 创学团的老师 蓝思婷蓝蓝 大家好 我是学次方的蓝蓝 在介绍的是我们这个 这个学次方创学团的同时 孩子也是这个自学 一个体系成长的 我们的陈佳军 佳军好 嗨大家好 我是佳军 是 今天非常三位来到节目当中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其实自学应该是说 这十几年来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也是 最近这一二十年来 听到了这个名词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反正一无教育 从这个幼儿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体制内 这样子学习成长的 可是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所谓的一个自学 到底自学是什么 是不是先请这个佳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那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事实上自学这件事情呢 我们从106年的实验教育三法可以开始讲 那其实实验教育三法通过了之后 那教育部它的概念就是说 让教育选择权这件事情回到每一个家庭 就是家庭的手上 也就是说以前可能孩子们没有任何的选择 他就只能到知识的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 然后高中这样子就读 可是透过实验教育三法的开放 那这群孩子们就可以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一定用课本 他可能不一定用考卷 而是他可以去发展一个自己的长才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学习 以学次方来说的话 我们就是将课本里面的知识啊 变成一个真的可以用的一个案子 所以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不是写考卷 而是他们要去解决一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以这次封北大来说 他们就是要去把封北大给申请出来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还不到十年的时间 如果照你这样讲 106年开始 所以这是短短这几年发生的这件事情 在106年之前 其实大家可能常听到的 比如说森林小学啊 这些东西 那这些也是算是大家所谓的体制外的学习 那到106年的这个实验教育三法过了之后 这个实验教育就整个蓬勃发展 因为过往可能还是要到一个体制外的学校去 可是这个法过了之后 自己家庭也可以申请个人自学 几个有理念相同的家庭也可以组成一个实验教育团体 就可以共同去组课 那甚至再多一点他们可能可以组成一个比如说协会啊 然后或者是成立一个机构 让更多不同的孩子更多里面相同的孩子或家庭一起去做一个更大的学习 所以有点像是法律就是透过这条法规的通过 明文告诉大家说 现在的教育选择权教育的实践的方式可以很多元哦 我课纲里面有这些规定 但是你透过你实验教育这个计划的申请 如果你可以做一个更适合你孩子的安排 那这些我们都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孩子们家庭们就可以写他们的学习计划 然后去进行一个实验教育的申请这样子 那我想请教这个家军 因为你是一个自学孩子的一个家长 可是当时为什么会让你觉得说 你的小孩子应该走自学的这个模式 应该算是他就是学习的方式吧 对就是他在学校里面 他幼稚人大班所以有去学校 然后在学校里面其实也还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他的个性 然后以他学习的方式 他在学校里要嘛是一直制造问题 要嘛就是直接被忽视 对所以那时候知道这个自学的管道时候 就想说也可以试试看 所以你会不会被人家讲说 因为如果当大家对这件事情 自学这件事情不了解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孩子被人家贴标签 就是因为这小孩子有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他才需要自学 他没有办法融入整个一个校园的一个团体 生活会不会 我是还好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的表姐的孩子 是种子小学毕业的 那他们现在都已经到大学了 所以算是整个家族里面 我们不是第一个 是要不然你可能会承受到家人的一个压力 对不对 家庭的一个压力 男士长妹的压力 我是没有问过我姐姐啦 所以不会被人家觉得说 为什么你不走正常的一个体质 对对对对 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因为其实 从我们陆陆续续从一些报章杂志可能 听到会去自学的孩子 会选择自学的孩子可能都是 没办法适应校园里面的一个生活 他的那个教学方式 他们没办法接受 不是说他们成绩不好还是怎么样 有些是成绩很好 可是他还是不能接受 他可能就会开始要反抗 那很多的家长可能会不知道说 以为是孩子叛逆 结果反而是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是真的不适合体制内的一个教学 他应该有更自由 更宽广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管道 那懒懒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我们学次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 我们是就是怎么去鼓励 然后怎么去把这一群想要自学的孩子 把他们抠在一起 我们其实没有特别把大家抠在一起 是 因为像是说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学习的方法 像刚刚佳英有提到就是 一般的学习可能它是用学科来切分的 那在学次方的学习是用一个专案一个主题 比方像我们现在在录音 那录音的阶段可能就有人需要先写前面的一些仿纲啊 有人要写脚本 有人需要去先把这个场地架起来 那现在正在录的当下 可能有主持人在访问 后面有摄影师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音控台各式各样的人 那孩子就用这些方法来学习 所以当他练习怎么写仿纲的时候 他就在做他语文的学习 那当他在了解这些灯光要怎么打 或者他可能就在做科学的学习 那其他的数学其他的领域也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学次方的学习的方式 所以你们是把这样子 可能课本里面的那些文字有没有 把它变成一个生活化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字学方式 他是在课本里面学不到了 在学校里面永远可能学的就是怎么去解题 对但是他都是一个文字上的在纸上的 你没有办法真的实际上去遇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手忙脚乱 或者是惊慌失措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活的 所以自主学习应该怎么讲 就是他就是放手让孩子去飞吗 佳莹 其实因为自主学习是要学习的 你要学习如何协助自己学习 对这是一个 有点像是我要学比如说刀叉怎么用筷子怎么用 所以不是说他自主学习 然后就全部放掉 不行 对我就放给他背 随便他想要怎么样 我就是不管他的那种感觉 不是不是 蛮多人会有这样的误会 然后后来我们其实会慢慢常去谈论这个话题 有点像是说 我们要因着孩子现在的能力范围 然后试着让他做更多一点 做更多一点 所以那个放手的程度 你要去思考有点像是 比如说他刚开始在学爬 那爬这件事会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挫折 可是爬这件事情是目前他可以做到 只是有一点点辛苦的 那我们就要让他去爬 对而不是说他看起来好辛苦哦 那我都抱着他走 那他永远学不会爬 是是是 所以我们在谈自主学习 不管是其实不管是老师引导 或是家长在家里要引导孩子 我们都会蛮建议是说 你依照孩子现在能做到的程度 再难一点点 然后让他去试试看 对 举例来说好 刚刚回到刚刚我们这个录影的例子 那在过程中 孩子可能只知道 比如说只知道主持人的工作 那我们就会先从主持人的工作开始 然后让他们把主持人工作都知道 并且做到之后 慢慢延伸就会再去问他说 主持人自己坐在那边讲话就可以了吗 不行啊 然后孩子就去思考 哦那还要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想到 哦那录影 那我说那主持人讲了40分钟 我们只看到20分钟的画面 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中间可能一些 简介的概念就进来 对所以孩子从已知的资讯 慢慢带着他去再知道一些 再知道一些 然后他就会好奇 哦原来还有这个 原来还有这个 那我再试试 我再试试 对所以家长跟老师的工作有点像是 你要慢慢去引导 然后慢慢把那个路打开说 诶你看哦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像开惊喜箱那样 对对对 然后慢慢开慢慢开 然后还就哇哇哇 然后就真的再去试试试试试 那中间会有一些困难跟挑战 你就要适时的给工具 给工具哦 就像给鱼竿 然后他可能 比如说他现在要剪接 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可能只会醉阳春的剪接软体 然后就用超久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说 诶我好像有注意到有一个什么工具 诶我们来看看吧 诶对 那孩子看到就觉得 他可能会觉得好用不好用 不管 那总之在过程中 终究是孩子自己知道 不错想学 而不是说 诶你给我学 你给我学 你给我学 对 所以他概念上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慢慢慢慢的孩子 就会知道说 他如何找到资源 如何学习 如何修正自己目前的目标 或如何去定目标 那慢慢慢慢的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跟态度才会 还有这个精神才会再滚起来 就会变成一个正向循环 对对对 所以不是说一下子就 就是你自己来 我就放给你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引导的老师跟家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主要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概念就是 你还是要看着你的孩子 对 对 就是他现在就真的还在学 他现在就真的还不知道世界还有什么 然后未来还有什么 所以你就是看着你的孩子 然后跟着你的孩子的脚步慢慢走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的那个角色很重要 像那个家居你是愿意让孩子可以 走不一样的一个体制 那你会觉得说你可以来陪伴他 对不对 可是对大多数的家长来讲 他可能就觉得自己工作要忙 忙工作啊 然后或者是说家庭的事情要忙 可能都会希望说把孩子就是送往学校 可是你那时候是赶快当机立断 你觉得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不适合 是这样子的 算是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分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你的孩子适不适合 因为说真的真的有超级适合体制内的孩子 也有这种孩子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说家长的陪伴 这其实不管在体制内跟体制外都是一样的 可是像你的孩子来讲好了 你需要陪着他一起去规划他的所谓的一个自学的计划吗 目前因为他才四年级 所以大部分还是计划是我在写的 但是等到他再大一点的话 我们的讨论就会进来 他到底想要什么 甚至于到他高年级五六年级 那他国中到底想要怎么办 那时候他已经够大了 那就变成他的 他自己想要什么这件事情会变得很重要 那我很好奇 你帮你孩子规划了什么样的一个学习课程 是你自己想还是说你有跟学次方 就是刚好有这个团体可以让你来去做一个 一个怎么讲 一个取经或者是求教这样子 我的孩子其实三年级才到学次方的 一二年级我们其实 时间上面的考量我是没有让他过来的 对 所以一二年级的话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 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也是类似共学团 但是那个共学比较算是信仰上面 然后是在体制外的 就是体制内的时间 就有点类似安清班的时间 对 那所以对我来讲 我当时考量的想要学习的东西除了学科之外 我觉得就是品格这一块 就是信仰这一块对我们家来讲是蛮重要的 对 所以他一二年级的时候学科部分是我在 我自己在带他的 对 然后到 但是那时候其实就有看了 我至少看了五六个团体有吧 不是只有看学次方 对 就是至少五六个团体 然后每个团体都会去听他们的 就是说明会啊 甚至于有的 有的可以试上的也会去试上看看 然后也问问看孩子的想法这样 对 然后就是跟老师带孩子的方式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关系 对 然后这样下来之后 当然还有距离的考量 有些虽然喜欢的真的太遥远了 那也没办法 对 那对这样考量下来之后 因为学次方的学习方式 像他们刚才介绍这种专案的方式 我觉得是蛮适合我的孩子 对 是那这是他们的方案 但是假设说你自己帮你的孩子规划的 一个内容是什么 像他现在就是自己学习吗 平常的时候 你给他一个计划 他自己学习 没有其他的同学伙伴 你说目前吗 对 目前他其实在学次方的时间蛮长的 所以 所以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学次方 所以就已经有同伴了 除了学次方之外 像他今天早上其实是有一个体操课 那他体操课的同伴 一般就是其他的自学生 这样 是 所以其实 呃 你会觉得说 就是在他的学习过程 他还是需要有同学 同侪 跟他一起互动 应该讲说 以人际关系这一块呢 我觉得 你不管有没有在学校都会有同侪 嗯 然后 每一个领域遇到的同侪 给他的刺激都会是不一样的 那即使他在学校 他反而也有可能变成他自己一个人 嗯 对 所以 这个问题 我其实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自学 有没有 自学 自己学嘛 我就是自己在家里学习 他变成是说 不像可能你在学校 你就是有 呃 同年龄的同学 彼此那个团体生活 有没有 他变成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 这样子的 呃 会不会就是 社会的适应性啦 这个其实我倒觉得不会 嗯 因为自学的孩子 反而出去的时间是更长的 哦 他可能遇到同龄的孩子比较少 但是他遇到的人 反而会比他在学校遇到的人更多 哦 很好奇 哈哈哈哈 是 那兰兰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 到底什么样的孩子 适合自学 其实他们有特定什么样子的孩子 适合自学 像呃 可能前面大家会 一直提到 一直听到自学自学 但自学大家就会听到 就会一直想说 啊 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学 对 那这个小孩是不是要 蛮不喜欢跟人在一起啊 嗯 或者这个小孩他很想 他很能自处啊 嗯 但事实上如果他在 真正的专有名词 他是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 所以我们就只是没有在学校里 那就会变成 学校里可能也有很多种 不同学校的样子 嗯 但因为现在义务教育的关系 我只能选择离我家 最近的那一个学校 嗯 或者是离我家 比较近的那两三个学校 那我也没有办法选择 比较适合我的老师 或比较适合我的校风 嗯 那实验教育的概念 你适不适合 应该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个 适合你的团体 嗯 或适合你的学习方法 嗯 所以有没有哪一个小孩 比较适合吗 我觉得没有 嗯 没有哪一个小孩 一定比较适合 嗯 因为可能有一些孩子来学 学习方他也会很痛苦啊 如果他生活很需要规则 嗯 然后很需要所有的事情 都要超级规律的 对 然后每一件事情最好 全部都按部就班 有人告诉我要干嘛 那他来学习方 他应该会觉得 天啊这是个地狱 哈哈哈 欸也真的是哦 那如果有孩子 他很喜欢创造 然后他很喜欢去 尝试不同的事情 嗯 那他在这里 他可能就会活得很快 就是觉得是个天堂 可是我必须要说 我第一次去学赤方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在那进行一个访问 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孩 爬到桌上来 然后你知道我当下就觉得 嗯 这孩子怎么了 你知道吗 我们在做事 然后你给我爬到桌上来 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可是对你们来讲 这样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吗 其实不能说它是正常 不是 不知道就是我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会去跟孩子的观众 就是他可能有什么需求 他需要到桌子上 那我可能会先去了解 他现在的需求 对 但同时 我也会请他去观察 就像我现在在在乎他的需求 那他可能也需要去看看 是不是有其他人有其他的在乎 就现在在进行一个访谈 你突然爬到桌子上 对 那是你很想要被拍到吗 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可以安排一下 他很想参与 可是你如果这样突然上来 可能待会就会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 摄影师可能要重来 主持人可能要重来 那他可能就会知道 所以比较不是说 他可以想爬到桌子上 就爬到桌子上 而是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他也去同理其他人的需要 这如果是发生在学校里面 早就有老师的那个 先骂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家长会觉得 怎么那么不守规矩 对不对 但实际上换个角度来想 也许他真的有想要做什么 想要被人家看到他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能够以当下的那个 对 这可能如果自己的刻板 我真的是吓到了 然后跑到桌上来 要做什么 对 马上其实很常发生 真的哦 所以我发现 那如果是老师的话 你们真的是 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 那个心脏要很大 可就是 你们愿意去接受 小孩子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像我们可能就是 太 太一般的 我就觉得 你这样子不对 这个没有规矩 没教养 我们就会自己这样想 但是你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通常在想这件事的时候 都会一直去思考 因为我们一定也会很惊吓 对 然后这时候就要暴怒之前 就要先想想看 嗯 他还不知道 现在这个访谈是什么 在他生命经验中 还没有经历过这件事 对 他很好奇 对 我就想 嗯 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是要拍手 好 对 是 所以就是你们要 赶快要转念一下 对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那个方式啦 对 所以我们其实像 以这次的一个封北大来讲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 就是你们怎么带领孩子 去完成这一件的创举 好不好 嗯 谁哪一位 好 那来来来来说好了 其实这一开始的时候 是从孩子这一个 我们每一个学季 会有一个主题 那这一次 那一次刚好孩子们的主题 是他们要去了解 整个地方政府的架构 嗯 那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原本我们是希望用年底的 选举去切入这件事情 好 但刚好因为学智芳 从前一届的封北大开始 加入就是 真的叫什么 筹办的团队 对 主办的团队 对对 然后这一次 那么这样 其实在这个当中 有蛮多跟工部门 直接相关的事情 我们可能需要直接去跟 警察局接下啊 跟消防局 然后跟交通局 各式各样的公所的局处 嗯 那也会跟不同的名义代表 去进行沟通 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件事情 也让孩子一起做 他用更实物的方式去了解 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嗯 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 加到课程里面 那封北大大家 其实实际直接会看到的 当天活动都是看到 每个人在街上玩得很高兴 有人在画公车 有人在画地板 然后大家很快乐在街上跑 那我们的孩子做的不是这些 目前的工作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的主题就不是这个 是 他们的主题是后端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 其实是在大家开始玩之前 实际到路上去把马路的大小梁出来 去看看 到底有哪一台公车 会经过这条马路 然后在当天会影响 所以我们要先去 跟交通局说 哪个地方可能 我们到时候要封路哦 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去 网站上面去找 我们星期要办这个活动 哪一些部分是 我需要跟工部门先接洽完的 那小孩就负责 比较大的孩子 他们就负责把这些 很像公文的 字式格式的计划书写出来 这就是他们这一次的专案学习 所以他同时在这个当中 会去对应到 各个局处负责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那我要怎么用 比较正式的方式 去跟一个负责的人讲话 不是像平常这样子聊天 那比较小的小孩 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是 他们去了解看看 我现在要做这些事情 那当天一定要有一些 维安啊 各式各样 那再从更贴近 他们生活一点点 可能他们就去访问警察 去访问消防局的队员 或是队长 看看在当天的时候 他们都做些什么事 那在最后是 这些事情可能也不只是 完全跟行政部门有关 它跟民意代表有关系 因为民意代表可以协助我们去 争取很多人民需要的事情 所以孩子也去访问 不同层级的民意代表 然后去完整这个专案 天哪 你们让小孩子做这些事情 其实比我们一般大人可能在办活动的时候 你们了解的更多小孩更厉害了 真的 处理的很细 那我想要请问家俊 就是说 其实你的孩子也有在这一次对不对 有 有参与到其中 那你觉得他的学习跟成长是什么 很多孩子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你说小朋友本来就其实害羞嘛 可能不太跟大家互动 有经过这一次有什么样的改变 他其实改变不是在这一次当中 是就是这几年当中他慢慢的在改变当中 但是这一次他就是蛮多 他原本可能不会愿意做的事情 他就去尝试了 是 对 例如说在一群不认识的人面前 他可以站上台讲话 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是 就是像我们其实在预备的时候 当天下雨嘛 所以本来他们投票箱是用纸包而已 然后我就看到一群孩子 包含我的孩子 他们就开始在想那怎么办 投票箱会撕掉 然后他们就开始拿了胶带 把那个投票箱变成防水的 就是没有老师的指令之下 他们自己去思考这些事情 然后也没有人推说 这个你做这个我做 没有 他们就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分工的 总之就动起来了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其实对孩子来讲 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不对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其实你看大部分的孩子 在学校 除非是那些就是 他的特质就是很希望别人看到自己 不然大部分孩子都马是 这件事情我不要说 你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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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现在 自学孩子会比较主动吗 是这个意思 至少在学次方看到的时候 是是是 所以其实不同的孩子他可能会有 适合的学习的一个方式 那只是说怎么去帮他找出最适合他 那我想要问佳莹就是说 一旦就是开始了自学之后 未来有办法再回到所谓的体制内吗 那绝对可以 因为其实学习他本来就不是只有一条路 他本来就可以是很多元很多变的 那像每次我们在办说明会都会有家长说 那你都介绍了你 你干嘛最后才要跟我说 你再去看看谁谁谁 然后终于会办完 然后听完家长的需求 就是说那这里有这些这些这些 你再去看看 然后有些可能就没有回来 他就去别的团体 真的很好笑 然后他就来说 那你还要跟人家讲哦 不要啦 那他怎样又不来就跑掉了 对那其实我们初中还是去谈说 这个东西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适合你的家庭 这家庭不是只有单一孩子 当然我们去追求适合孩子的学习 是首要目标 可是因为这是整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都会跟家长说 不要为了去追求 多追求 你要去顾到自己的平衡 所以其实家长他如果很在意说 未来要不要大考啊 或是未来的升学机制啊 他其实很在意这一块 那我们都会跟家长说 诶 你在意 那他就应该在适合的阶段 跟适合的时机被放进来 跟孩子一起去面对 而不是你其实超在意 然后理性上 或者是你自己 各式各样的状况上 一直说 这样子让孩子自由发展 让孩子这样子是最好的 可是你其实超在意 对 那中间就会有摩擦 真的 因为你看不到孩子的成长 对 你看不到他的考卷打几分 对不对 他就会很紧张说 那我的孩子到底学会了没 我觉得这是很多家长的 那个心态的一个问题 会害怕 所以我们都会说 如果你在意 他就被放进来 他就准备 因为其实准备大考 他就是一种 学习跟呈现的方式 就去准备他就好 是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想要选择自学的话 帮孩子选择自学的话 其实我觉得家长 自己也要先去上个课 你要先去了解 你不能常常跟着流行 对不对 人家好像很风行 自学 那我小孩也要来自学 好像很厉害 但是你要看看孩子 适不适合 以及家长能不能接受 不然三天两口就说 我考试这么差 你看什么 可能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是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三位 跟我们分享 这个自学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也是希望说 家长能够好好的关注一下 我们自己孩子 他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模式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在 适合的学习环境之下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呢 未来呢 能够更自由更宽广 谢谢 谢谢三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